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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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是我還是回到這裡面 因為剛剛有幾個同學問問題 我覺得問得很好 因為有些東西 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譬如說 我剛剛這樣打進去 就把它儲存起來 它儲存的位置放在哪裡呢 在Manuel你打pwd 它就跟你講說 你目前的目落在哪裡 你打dir start.m 它就跟你講說你這裡有兩個m檔案 這是我剛剛輸入的兩個m檔案 一個是myfunction.m 一個是myscript 原先我剛剛是講的是myprogram 但是我覺得program這個命名取得不好 所以我把它改成myscript.m 那在myfunction裡面呢 它這個第一行的function 這個名稱並不是很重要 比如說我在這裡打 triple x它一樣會work 它只是在看說 這個function 第一列它要有一個function 它就知道這是一個函數 那它吃什麼吐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其他通通不重要 我是說在這一列 其他東西不重要 我不是說全部不重要 這一列 所以它只要 它最主要是呼叫 譬如說myfunction 它這樣呼叫的時候 它是直接抓檔名 檔名叫myfunction 就把它抓進來 然後吃a 吐xy 這樣就結束了 那第二個問題呢 有同學跟我講說 那個transpose 這樣撇一撇transpose 那個是轉字的意思 比如說a等於我剛剛講 matrix 3 所以a'就把它轉字過來 在實數裡面就直接轉 那是沒有問題的 碰到複數 它不只是轉而已 它不但轉了 還幫你加上一個 加一個conjugate 所以在複數裡面 a'叫做compress conjugate transpose 數學上的定義也是這個樣子 我舉個例子可能會比較清楚 比如說 A等於matrix 3 加上 我要寫 A等於matrix 3 B等於A 加上I乘上A' 等一下 我現在B是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的B 這是我B把它transpose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它不但把它轉字 然後把它取共二負數 compress conjugate 所以這是你要小心的地方 那如果你希望它只有真正做單純的轉字 然後不要去取共二負數的話 你就要打B.prime 這樣出現就是 就不是共二負數 但因為 這很細節所以我剛剛沒講清楚 不過現在的同學問我 把他講清楚一點 所以這邊各位同學要小心一點 好 所以有關於怎麼寫script寫函數 都已經結束了 那尤其是要寫一個 遞回函數要怎麼做 那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遞回函數 my function my function my function 好了這樣子 我寫第一回函數是 Fibonacci 所以這邊是 這其實是無所謂n Fibonacci各位記不記得 這個 這邊你可以寫註解 我要寫個東西是 Fn加2等於 Fn加1加Fn 然後F0等於1 F1等於1 各位記得吧 這叫Fibonacci number 我要算的第一回函數是這個樣子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函數寫出來 那很簡單 那第一個你一定要有邊界條件 譬如說 ifn等於0 y等於1 然後return return的意思就是直接跳回去了 後面就不用再看了 這是第一個邊界條件 第二個邊界條件 ifn等於1 y等於1 y return and 這主要這兩個邊界條件 一進來我發覺 它符合我的邊界條件 我就跳出去了 那如果不符合邊界條件 表示你還在做iteration 所以這時候直接寫 y等於my function 我剛剛有寫2 n-1 加 my function 2 n-2 這樣子結束 所以你發覺它在呼叫它自己 看得懂嗎 所以 好寫完了 我把它存檔來測試一下 我把它存檔 好來測試一下 哇 挑這裡來 my function 2 好我給它2 它出現2 給它3 出現3 給它4 出現5 給它10 89 所以就是fibular number 一路加下去 但這種地回函數你要小心 給它100 我不太敢試 因為試了100 它可能會跳不出來 能不能一直算 算不完 試看看好了 卡住了 這種地回函數就要小心 稍微你給它argument 稍微大一點 它就 算得頭昏腦脹 好 Ctrl C 然後先出來 所以這是地回函數 簡單講就是 MainLab也可以支援 recursive function call 所以 但是沒事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玩recursive 玩了以後你的機器會 會變得很慢 會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出來 除非你的程式碼 一定會用recursive方式來寫不可 不然的話盡量不要用recursive 好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 好 再過來是搜尋路徑 你寫的很多東西呢 你可能寫一堆函數 放在一個特定的目錄下面 那你怎麼樣把它加進來 那MainLab在你的搜尋路徑上面 可以看得到 那結果是用at pass 譬如說我剛剛講 譬如說我有一個函數叫做 叫做buffer2 譬如說打which buffer2 他找不到 找到了 找到了 怎麼會寫在這裡呢 好 有一個函數叫做 qc evolve 找不到 但qc evolve 事實上放在是某一個目錄下面 那我只要做事情 我就把它加進來 at pass 目錄是在這裡 那至於在MainLab下面呢 你寫目錄的時候 你可以寫 寫這樣 也可以寫這樣 都可以 他都看得懂 所以加進來之後呢 我再打which 他就找到了 跟你講說在這裡 所以呢就是說 你可以把寫一些函數 放在一個特別的地方 需要的時候就把路徑加進來 然後隨時就可以執行這些函數 那麼MainLab在做事情的時候呢 他會把所有東西儲存在一些變數下面 這些變數下面 我們都講在所謂的workspace 在一個工作空間下面 那你如果檢查說 現在有哪一些變數的話 你可以打who who就可以講說 有這些變數在裡面 從剛剛我這樣一路執行過來 這些變數都儲存在裡面 你可以打who's who's的話 他就把這邊所吃的空間 秀出來給你看 那因為我們這邊呢 都是double的矩陣 所以呢 每一個元素呢 就用掉8個byte 所以碰到譬如說在這裡 A是一個3乘3的矩陣 A是一個3乘3的矩陣 那總共有9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占掉8個byte 所以就吃掉72個byte 那Q是一個1乘1的 矩陣 它因為它是complex 它是一個負數 所以它就吃掉16個byte 因為一個10步加一個虛步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出來 它各自佔用了多少個記憶體在裡面 那我可以算一個 比如說 我可以clear all 全部把它清掉了 who's 沒有東西了 可以clear all 就把所有東西全部刷新一遍 比如說我是A等於RAMD 1000 你看它次要多大 這是一個1000乘1000的矩陣 那總共有8 後面有800萬個byte 所以是8個 8個mega 在裡面 所以你看稍微 矩陣稍微大一點的話 就吃掉很多memory 所以這個是要很小心的地方 那但是現在矩陣 這個運算速度很快 像A雖然有 這樣要吃掉8個mega 你要算它inverse b等於inva 你覺得它多快會算出來 1000乘1000的矩陣 算反矩陣 覺得3秒內算不出來請舉手 覺得3秒內算不出來請舉手 其他的都是騎牆派 好 我們看看有多快 算 出來了 好 那你要算 它到底算得有多快呢 一種方式是TiC TiC B等於inva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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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模擬按碼表的聲音 就TiC TiC 按兩下 然後就知道它有算多快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多快 0.2秒就算出來了 好 所以呢 我說現在的電腦速度實在是很快 1000 好 我先把它改成2000 你覺得它2000乘2000的矩陣 已經大了不得了 它多快算出來 現在這樣就比較慢 1.6秒就算出來 所以 但是運算速度永遠比不上 我們真的應用的時候 碰到的問題實在有時候是大的不得了 那 越快運算速度實際上 能夠做更多的研究 能夠有機會發現更多的定理 可以設計更多的更好的軟體和機械等等 所以我講這個super computing 這個computing power越強 實際上你的國力就會越來越強 實際上這是沒有錯的 所以各位記得TikTok就是讓你來計時 所以這是儲存變數的儲存 那你可以把變數收起來 把它藏在某一個地方 譬如說我說 我剛剛講A 再把它變小一點好了 Magic 5 A是這樣的幾個 你可以把它存起來 Save ABC A ABC是檔名 然後把它SaveA到ABC裡面 所以DIR 你會發覺裡面有個ABC.MAT 那這ABC.MAT 就是把A的這個數值把它收起來 那你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清掉 然後再把它Load進來 所有東西都已經沒有東西囉 LoadABC.MAT 再Load進來後 A又出來了 重現江湖 所以就把它儲存起來 再把它Load回來 所以這個都是很簡單的運算 我想很快就帶過去 那離開MAT 這個最無聊了 當然就把它關掉就好了 所以你打Exit Quit 直接關閉 好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 有關MAT的方面就結束了 剩下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作業 但是為了這個作業呢 我特別做了一個投影片 叫Rule of 72 我們來先看作業好了 作業 我不仔細一個一個講 一個是舉證加法的延伸 各位這看一下至少很簡單 第一題和第二題都很簡單 第二題呢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Rule of 72 馬上就會講到 銀行貸款月付額 這個我待會頭影片會講到 就是說你今天要買房子 跟銀行貸款500萬 那假設利率是3% 請問你每個月要付多少錢 假設20年要還清 這應該是 應該是高中數學吧 其實如果 國中要教也可以 可是可能做國中教有點複雜 不過高中應該有做過這類的問題 有碰過這個問題的請舉手 有好幾個舉手 但這個東西就是直接用met up來算 會比較方便 那第四個呢 是買房投資 這也是非常實際的問題 講到那麼多科學 什麼科學計算數值計算等等 請問你我現在 你假設你現在畢業了 好馬上要買房子了 那你投期款要多少錢 那你要付多少錢 好這樣投進去之後 20年之後房子全部貸款 全部還清了 你要準備把它賣掉了 你可以賺多少錢 你有沒有算過這個問題 你如果真的有算這個問題的話 你絕對不會去租房子 因為租房子的錢 全部都丟在水裡就不見了 但是你算了就會知道 那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我也不講 最後一題也是很簡單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Rules of 72 好應該直接從這裡吊出來 好我們直接看 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應該都是高中數學就可以解決的 首先我們看有一個東西叫 Eule 用英文叫Euler 但是這個人不是英國人 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 這是一個德國人 所以要念Euler Euler's number 就是自然對數裡面用到的1 1怎麼定義呢 Limit e加mz就是n 然後n去均勻無窮大 那它可以化簡稱 你把它展開來之後 用Tiler展開式把它展開來 最後可以得到 它就會等於這一串數值相加 那Tiler展開式呢 我這邊只是講說 這個式子你要證明它很簡單 你就把1加mz的n雙把它展開來 然後令n趨勁無窮大 就可以得到這個數值 這個東西考試會考 所以各位回去要做一遍 考試會考是說 我們有期中考期末考 就會考這樣的東西 所以各位 我已經跟你講 會考就是一定會考 所以你回去一定要做一遍 那你不做一遍 考試算你就沒有分數了嗎 這個是 我這個考前猜題已經是百分之百 各位可以相信我 然後 好你把它算出來之後呢 它會converge到2.718281828 等等一路下去 這叫oilus number 這個東西要做什麼用呢 我們待會看到 我們來看複利 這個複利的故事呢 我們時間不多 不然我應該講個故事 不過反正這個 國王和棋盤的故事 各位應該知道 就是說印度有一個智者 那他可能幫國王解決一個問題 國王說你要什麼 我都答應你的要求 那智者想了一下說 好我要的很簡單 就是說我一個棋盤 八乘八的棋盤 你第一天幫我放一顆米 第二天放兩顆米 第三天放四顆 第四天放八顆 一路放到六四個格子 全部放滿為止 國王一聽 太簡單了 小case 好沒問題 好那就開始放 第一天他就請人 用個金盤子放了一顆米 給你一顆米 第二天金盤子兩顆米 第三天四顆米 一路放下去 放到最後 國王會怎麼樣 國王會哭不出來 哭不出來 哭不出來是放到六四個 是放不滿的 他如果要把它放滿 全世界生產的米都不夠 會變成這麼大 那這個是 背上什麼呢 這就是負利的概念 好 講看看卡奴 我不要再說有沒有卡奴 應該沒有 各位都還太年輕 在2006年 台灣有七十萬人 七十萬人淪為卡奴 平均負債多少錢 一百萬 一百萬你要賺多久 才賺得回來 一個新鮮人出去 一年賺到五十萬 要真正兩年才賺得回來 那這個卡奴的意思就是說 各位有沒有信用卡 信用卡的循環利率是多少 各位知道嗎 國家規定說循環率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 所有銀行都百分之十九點幾 十八點幾 十八點幾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十八點幾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有欠一百萬在那裡 一百萬沒還第二年 沒有 不是第二年 十八%的意思就是說 每四年會兩倍 今天欠一百萬 四年後就變兩百萬 再四年後變四百萬 再四年後變八百萬 你根本就還不起 所以這都是負利產生的 所以 所以只是要跟各位講說 用信用卡要很小心 很多人拿來看說 好棒喔 我可以刷一千塊 我可以刷一千塊 看到什麼衝動性購物 看到購物台 這個好 就給它買回來後 發現你根本就付不起 但是這個細節我們就先不談 我們來看看這個 負利的公式是什麼 負利的公式很簡單 FV就是叫Future Value 將來的值 PV叫Present Value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PV就是本金 本金丟進去 E加上利率的T次方 就得到它的最後的本利盒 這公式大家都會 那這R呢 就是 Interest Rate 利率 T就是奇數 Example 假設你今天丟一千塊錢 利率百分之三 到銀行裡面去 經過了二十年 利率百分之三嘛 就是一加百分之三 二十四方 你會拿到一千八百零六塊錢回來 就是經過了二十年喔 二十年喔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 利率的算法其實有一點tricky 不是那麼直覺 第一個呢 我們有所謂的Periodic Compounding 就是定期來算這個利率 我跟銀行借錢呢 我說這個是百分之三 我幫它借來以後呢 它是讓它的算法呢 負利不是每年才算一次 它是每個月在算 所以呢 我真的要算二十年呢 是應該是一千乘以 百分之三要除以十二 然後用二十年 每一年有十二個月 這麼多兩百四十期再算 最後得到呢 是1820.75 看起來好像比剛剛又高了一點 剛剛是多少呢 剛剛是1806 現在變1820 這是每個月在算負利 那我可不可以每天算負利 可以吧 我可以每天算啊 我就把這個東西除以365 這邊就二十乘以365 就是每天再算負利 我可不可以每秒再算負利 也可以啊 我就把這邊除以 這邊有多少秒 那這邊總共乘以二十 乘以一年有多少秒數 變成每秒再算負利 但是我可以推到極致 就是說 我可以用N 那N必須無窮大 來算 那這時候你一算完 你把它稍微化減一下 最後得到Pv乘上1的Rt次方 那如果說 這就非常逼近於每秒都在算負利 那每秒算負利 你丟進去算以後 發覺1822.1 並沒有多多少 所以銀行真的在算的時候 它也不會跟你每秒再算負利 因為以前沒有MateLab 也很難算這個東西 所以它都是每個月跟你算 所以你就得到1806.1 好所以你的投資你現在知道 丟進去然後3% 那經過20年你可以得到將近兩倍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丟進去的錢 多久可以變兩倍 那第一個formal是這個樣子 Fv除以Pv 我用剛剛公式 等於2是兩倍的時候 等於1加Rt次方 你一路算過去 把t算出來它的正確解是 Nature log取2 除以Nature log1加R 但1加R可以用R來逼近 為什麼 這個 假設 Y'變成什麼東西呢 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 但是之前你可能用X 我用R來表示 1加R等於什麼東西呢 無窮 可以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之後呢 因為R圓小於1 所以得到Y 你再把它積分回去 這邊R-1R平方 後面你可以通通不看 那後面如果通通不看的話 就剩下一個R而已 這個了解吧 所以一B進就只剩下一個R 考試會考 考試會考 很簡單 雖然是很簡單 但是就會考這些東西 所以你一算出來之後 發覺 經過這一連串預算之後呢 我就發覺它等於0.6951 Nature log2是0.6951 除以R 那麼0.6951呢 就B進於0.7 變成0.7除以R 那R呢 譬如說如果是3%的話呢 就變成 上面變成70除以3 所以就大概是23年多一點 你的投資就會翻兩倍 這是第一種公式 第二種公式呢 假設是12 就是用月來算的話 那你如果東算西算 發覺還是很接近 那用連續負利來算的話呢 也更接近 所以呢這個Rule叫做 Rule of 72 你想說為什麼是72 明明是70嘛 70除以3嘛 你給我一個年利率 我70除以這個年利率 我就知道說多久 我的回收會Double 但是因為70 就是它的因素比較少 比較不容易算 所以有人就講Rule of 72 其實就是簡單講是 你用72除以你的年行 銀行的年利率 你就知道說多久 你的投資會變兩倍回來 就這個意思 那我們用剛剛這幾個翻譯來講 如果是年利率是3%的話 用T1這個公式 T1在這裡喔 它將近於23.45年 就會得到兩倍 那如果你70.3 很堅定 23.33 那如果用T2 T2是這個樣子 來逼近的話 是23.13年 你的投資會變兩倍 這邊不是有 上回有一個經濟系的同學 在哪裡 他說適不適的修這個課 我看到了在哪裡 這個就是經濟的東西 對不對 使非常適合經濟系的同學來修 這個作業你一定要會寫 如果不會寫的話 應該就 我就會去問說你的經濟學 你的基本的東西是哪個老師教你 所以這應該都會 T3的話你看 連續負利 這樣一除 得到的話是23.10年 那也是非常逼近於70除以3 得到23.33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原則就是 我剛剛講的 銀行給你利率多少 你把70除以這個利率 你就知道多久會回收 所以 但是我們通常講 Rule of 72 是用72來除 其實來除的話 你得到數值會更長一點 那就是表示更保守的估計 好 我們的一個問題就來了 這個因為剛剛有很多同學舉手 所以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難的問題 我就是稍微把它畫出來 銀行貸款100萬 你跟銀行借的100萬 20年還清 利率固定的3% 請問每個月要還多少錢 貸款100萬就是 Present Value 銀行100萬先端出來給你 那100萬經過20年之後 它的Future Value是多少 FV1在這裡 100成長E加R3 12 12x20 247 但是你還錢是每個月在還 從第一個月你還的是X 然後相對於Future Value是X 乘上E加R312 239 那第二期在還的是 經過了238期 所以是這邊還有前項 前項就是XE加R312的238商 一路過去 到最後一期剛好20年滿 你還掉就沒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X 就是直接最後一期還的錢 所以這兩個要一模一樣 銀行給100萬 最後它的Future Value 和你這樣一路每個月還 它的Future Value要一樣 所以FV1要等於FV2 那這兩個一相等 你就可以把X解出來 所以就是貸款的基本概念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其中一個作業 要讓各位算這個問題 來 有沒有問題 這個清楚嗎 如果清楚的話 我投影片也就結束了 那剩下的時間 應該就是讓各位去做作業的時間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就到這裡結束 然後學號多少以前的 要去做作業 如果有問題的同學可以留下來 我還沒在這裡待一陣子 好 是說實際的 同學 不得到 是說實際的 暫影 是帥氣 有關 是折折的 如何